欢迎收看凤凰说 许多早期的戏剧当年因为好的剧本 加上演员精彩的演出 创造了经典 因此事隔多年 仍然有导演想再次翻拍 不过大多数翻拍的戏都差强人意 或许是因为旧版太成功 新版通常让人感到失望 今天凤凰就要来谈一谈 那些翻拍毁经典的例子 穿越剧的鼻祖寻情记 是许多剧迷们心中的神剧 古天乐扮演的向少龙 在一次的科学实验里 穿越回了战国时期 展开一连串有好笑有刺激的冒险 这部戏也可以说是众星云集 每位演员演技都很在线 在豆瓣有8.5的高分 十多年后 新寻情记却只拿了2.4分 评价惨不忍睹 究竟是为什么 新版的向少龙由陈祥饰演 没有古天乐的敏气没关系 但选角要讲求贴合 原著中是这样形容向少龙的 有黑皮肤闪耀着健康的亮光 肌肉坚实国字性的脸庞 灵活多智的眼睛 高挺笔直的鼻梁 不得不说选古天乐实在是选对了 陈祥相对就少了那么一点味道 身材更是显得太瘦弱 在演技上和古天乐也有不小落差 戏里的几位女主演 从秦卿到吴婷芳 颜值没有特别出众 演技也相当轻涩 其他配角也永远不及当年 寻情记的阵容 戏中最开始的悲传 到后面令人出戏的武打特效 以至于整体剧情 都让观众觉得输旧版太多 导致这次翻拍成了一场失败 当年聂远和黄毅主演的 《上错花轿驾对郎》 改编自知名言情小说 席娟的作品 受到了无数女性读者的期待 这部戏播出后也没有让人失望 黄毅演出的李玉胡 美成了许多人心中的百月光 李玲扮演的另一位新娘杜冰宴 当年那一线盖头让人惊艳 一位机智俏皮 一位温柔婉约 风格不同的两人 都收获了美满的姻缘 比起现在许多托尼带水 冻着五六十集的戏剧 《上错花轿驾对郎》 只有短短的二十集 不只爱情 还讲了宅斗与家国 精彩的剧情 拿下了豆瓣8.4的高分 这部戏在2021年被翻拍 花好月又圆 却只拿了一半补到的分数 剧情大改成 女主是在街头卖艺的女孩 父亲欠债 被卖去当压债夫人 知书打理的郡主 卢英瑶则是奉旨成婚 两个新娘子 在同一家酒楼走错了房间 两位女主 没有让众人惊艳的颜值 在演技上 也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 修改剧情想要开创新局 但是却用了各种 甜宠剧的老套路 让观众觉得 拍摄技术和投资升级了 诚心的内容 却远远不如当年 改编自古龙小说的 《绝代双胶》 过去最知名的两个版本 一版是林志颖和苏友鹏的台湾版 林志颖很有小鱼儿 机灵古怪的气质 所有彭扮演的花舞缺 也是十足贵气 女演员有肖强 陈德荣 李启宏 阵容强大 刚版的小鱼儿是张卫健 花舞缺是谢霆锋 同样很受欢迎 女演员请来了范冰冰 博雪 源泉 孙飞飞 不管在演技和颜值上 都让人很满意 两版在豆瓣上 评价都超过了7.5分 还有更古早的梁朝伟版本 分数也高达8.4分 2020年版的绝代双胶 虽然没有很差 却只拿了5.8分 这一版的花舞缺是胡一天饰演 身高有188公分的胡一天 过去在至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成功演出了高帅了男神的气质 外形条件上其实还算合适 不过演出后被认为 脸显得略长 也少了一点原著的潇洒和俊美 在演技上也没有旧版来得生动 陈哲远扮演的小鱼儿 评价相对好一些 还算演出了天下无双鬼灵精 二人古中小魔星的机灵古怪气质 新版的女演员梁静贤良杰 则被认为识别度太低 因此整体的评价还是稍微输给了旧版 20年前的环珠哥哥 古灵精怪的小燕子 温柔婉约的紫薇 不但外形有记忆度也和角色很贴合 戏里其他的每一位演员 尔康、吴阿格、金锁、秦儿等 也都是神宣角 让人印象深刻 难怪这部戏能够风靡亚洲20年 不过同班人马拍了两部后 第三部演员就有了跟踪 小燕子和紫薇变成了皇义和马伊利 吴阿格变成了古巨鸡 比起原班人马就是少了那么一点味道 豆瓣评分也从原本的七八分 降到了五点三分 不过最可怕的还是重新翻拍的新环珠哥哥 被人称为人设全面崩坏 两位男主脸让人记不住 李胜扮演的小燕子演技稍显刻意 还陆扮演的紫薇受到最多的批评 一脸苦情看起来不够优雅大气 导致有人评价 新环珠哥哥的四大美女 是令妃、琴儿、明月、金锁 而不是两位女主演 新环珠哥哥的剧情也改得有些离谱 演员演技和贴合度也是大树原版 导致豆瓣只剩下4.7分 当年宁静和马景涛 留得开主演的《笑装密史》 述说了大清开国风云 大鱼儿颠簸起伏的一生 以及她和两个男人 黄太极与多滚的复杂情感 这部戏在当时非常受到欢迎 宁静扮演的大鱼儿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其他配角像是吴倩倩扮演的善善 舒畅的董俄飞 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部在豆瓣拥有8.5高分的戏 在2020年由长安诺买下了版权 改变成为架空历史 但剧情类似的一部戏 这部戏的优点是浮化到精致 也有韩栋、王静松、王林等资深演员演出 男主诚意的表现不差 在戏里也发挥了他十分擅长的情感戏 女主赵英子虽然相貌出众 但是演技要和老辣的宁静相比 难免看得出有明显的差距 当时正值仙侠剧《琉璃》播完的时候 这部戏在当年非常火爆 或许剧组想趁着热度赶紧播出长安诺 但是长安诺许多演员和琉璃重叠 导致女主在上一部戏 是男主十两倍的人物 这部戏马上变成了情人 有种妈妈与儿子的记事感 而上一部还是喊着柳大哥的人 这部就变成了只字 让很多观众一时难以调试 头半评分拿了普普通通的5.2分 改编自知名作家张爱玲作品的《半生源》 不管是1997年吴千脸和梅艳芳的版本 还是2002年领星如和蒋青青的版本 都有超过7分的评价堪称佳作 戏里的一对姐妹花 妹妹顾曼珍 轻力可忍 温柔闲境 姐姐顾曼璐则是美貌动人 别有风情 无牵连气质 美艳芳艳丽 这个组合非常合适 加上黎明演出温吞的沈士君 格游演出有钱的祝鸿才 被认为是神选角 林心如和蒋青青的组合 由林心如饰演妹妹顾曼璐 蒋青青饰演姐姐顾曼璐 这个搭配也很不错 同样收获了好评 《半生源》在2020年 又翻拍了一次 叫做《情深缘起》 选了刘嘉玲和蒋青 来演出这对姐妹 刘嘉玲的演技无庸置疑 影后等级的演员 蒋青成功演出华飞 也很受肯定 没想到《情深缘起》的评价 最后是意外的低 豆瓣只有3.2分 仔细来看这部戏 的确问题不小 拍摄当时刘嘉玲已经52岁 蒋青也已30好几 两人却一同演了 20出头的年轻女子 尽管刘嘉玲输了双马尾 怎么看都还是不对劲 让人有种老年版姐妹花的感觉 老人的年纪 已经不太适合演戏中人物 看着年过50的刘嘉玲 在戏中拼命找宝胎药 真的很诡异 改编自漫画《色女郎》的 同名电视剧 六名《粉红女郎》 在豆瓣有7.9的高分 述说了四个性格截然 不同女性的故事 刘若英演了《结婚狂》 陈浩演了《万人迷》 张妍演了《男人婆》 薛嘉宁演了《哈美》 四个人选可说是神选角 在去年这部戏 再次翻拍成爱的理想生活 一开始观众对这部戏 是很期待的 但是没想到播出后 评价却只有4.6分 首先在人选就出现了大问题 当年陈浩演《万人迷》 只有22岁 很符合年轻美貌 又作风大胆的人设 但是这一版的《万人迷》 是樱桃 樱桃是好演员 却已经42岁了 没办法呈现出《万人迷》 那种人间有物的经验感 他旁边的这一位 竟然是男人婆 在这部戏叫做《工作狂》 由夏若也演出 这一看比他还像万人迷 这一版的《结婚狂》 竟然是颂艺演出 许多人一看 也以为他演的是万人迷 在戏里是个白富美富二代 这样的他 怎么会烦恼嫁不出去 天真妹则是赵金脉 是个留学回来的学生 却演得被认为不是天真 而是任性 旧版《粉红女郎》中的4个女性 她们像平凡人一样生活 有平凡人的烦恼 让人很有共鸣 爱得理想生活中的几位女性 要不是家里有钱 要不就是职场高阶白领 反而不接地气 加上人设和剧情不合理 又是一次失败的翻拍 当年的台剧《命中注定我爱你》 是陈乔恩和阮金天的成名代表作 女孩陈欣怡意外在邮轮上走错房间 与男子发生关系 最后竟然怀孕了 并且凤子成婚的剧情 一开始男主并不接受她 后来却逐渐爱上她 虽然现在听起来有点奇葩 不过当时许多情节 还是挺转人热泪 这部戏的海外版权 还卖到了15个国家 在豆瓣的分数也有7.6分 十多年后 再次翻拍的《你是我的命中注定》 却只剩下了5.2分 男女主演请来了新昭林和良杰 但是这一版在意外发生关系后 后面的剧情 却把男主演得像搞劈腿的渣男 女主变得像是绿茶一般 许多关键情节也被认为演技大书原版 像是知名的车祸鸣场面 在雨中软惊天痛哭的深思历劫 知道没了孩子以后 她与陈乔安伤心难过的画面 当年让许多人都看哭了眼 新版则是演成了这样 这个哭戏眼的 让许多观众竟然是不小心笑了出来 这个速度不是跑步 光走都嫌慢了 另一部名道陈乔安主演的《王子变青蛙》 也是一部始祖级的偶像剧 名道家里是在菜市场做生意的 为了演好他不熟悉的霸总 他特地去酒店观察大老板的言行举止 最后成功演出了霸戏总裁单君浩 这部戏当年在台湾就是收视冠军 在豆瓣也有7.9分的成绩 新版的《忘记你记得爱情》 行飞和金泽主演 单论外形金泽并不差 却没有演出总裁的气场 显得比较面无表情 让观众觉得这一版的王子 演技和气质双双相机 加上很多关键剧情都被删改 导致两人莫名其妙的就相爱 中间缺乏了互动过程 演员的演技也不到位 最后这部回童年回经典的翻拍 则豆瓣拿了非常惨的2.8分 2005年的《仙剑奇侠传》 五哥 刘亦飞 安颖萱 刘品妍 彭宴 这五大主演 以及戏中的许多黄金配角 共同创造出这部备受好评的仙侠剧 特别是胡歌饰演的李逍遥 被誉为神还原 新版的《仙剑奇侠传》 李逍遥由27岁的何宇饰演 赵领儿则是22岁的杨宇童 但两人的照片一出 立刻被网友认为 实在和当年的演员等级差太多 林月如有许好扮演 阿努则是胡亦璇 在配角的部分评价还好一些 但是戏还没有播出 许多人就不看好 看完这些翻拍鬼经典的例子 观众觉得哪一部最可怕 或是还有哪些失败的翻拍呢 其他关华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您的留言鼓励对我来说 都是莫大的动力 欢迎订阅凤凰说频道 了解更多明星和电视剧